Ladies and 先生們 大家晚上好啊 好久沒給大家錄視頻了 我最近有點忙 重新開始了我的打工生涯 所以有點忙 今天休息 所以出來給大家錄一段 到目前我一共騎了2500公里 今天我就跟大家談一談有關它發生過的問題 還有我的騎行體會 前兩周我去經濟到 立川市的一個朋友家裡做客 那個地方離首爾大概70多公里 然後我一路聽著音樂 手機 手機跟車載藍牙是連接著的狀態 然後大概行駛了30多公里的時候 顯示屏風突然重啟 發生了重啟的那種 情況 當時嚇了我一大跳啊 因為當時正行駛在 平均時速80多公里的那種國道上 車也挺多的 為什麼說嚇了一跳呢 因為我當時以為 我當時以為 發動機 當時擔心 不是以為 當時擔心發動機也跟著熄火 看過我500公里 騎行感受視頻的朋友們應該能記得 我在那個視頻裡邊有提到過 這車 在行駛中 常熄過幾次火 挺嚇人的 然後稀一會兒呢 幾乎吧 幾乎都是發生在你降檔的過程中 話說回來啊 所以在顯示儀表盤重啟的時候 真的有點害怕 然後過了幾公里 然後又騎了幾公里 它又發生了一次 當天發生了兩次 然後回程的路上 就沒有再發生了 回程的路上 我的藍牙也是一隻 手機跟車一直都是連著的 然後又說回到發動機熄火 這個萬滴上 在我去守寶的那天發動機 碰巧又熄了火 正好提醒了我 然後我就跟那個KTN的維修人員 就反映了這個問題 然後他們也幫我仔細的檢查了一下 這個車子 然後 然後說什麼問題都沒有檢測到 後來跟我講說 也有其他的KTUK390的車主 反映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問他怎麼解決呀 他給我的解決方案是讓我加高級汽油 在這我簡單說明一下高級汽油 這個油品的問題 在韓國分兩種汽油 一種是普通汽油 一種是高級汽油 高級汽油非常的難找 不是每個家人都有 高級汽油就是 油標95的汽油 然後普通汽油就是92的汽油 所以我之前加的都是92的汽油 所以我之前加的都是92的汽油 所以這個發動機熄火的現象 所以這個發動機熄火的現象 我現在還不確定 是因為 因為我加的油不對 還是說這車子本身有這個 有這個毛病 我現在不敢肯定 我最近在盡量去找95的汽油家 啊 啊 然後它還有一個現象是這種低速 你看像現在10公里左右 你看像現在10公里左右 跟著車流低速行駛的時候 那種給油不平順吧 那種一衝一衝的 這倒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感覺不舒服 就讓你的身體這麼前後晃 然後我再講一點 這前輪發飄的問題 在你急加速還有有坡的情況下 然後路面不平有坑 這種路況下行駛的時候 總是能感覺到這個前輪發飄 然後還有一回我是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撞了一個小坑 這個手把甚至發生過搖擺 因為咱們國內的車友們 馬上也要提車了嗎 然後我想提醒大家 有行駛的時候多注意一下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點個贊 加個關注 然後有任何疑問有任何問題 大家可以給我留言 我盡量去給大家解答